我们继续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呢 我们把关注作者的云含数 我们去给它实现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去实现客户端的具体内容 首先呢 我们在common下面 我们找到list 我们在最下面 我们去给它 叫update author 然后呢 我们去return一个$http 然后url呢 就是我们的update author 指向了我们的云含数 我们把api 去给它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home detail里面 去实现我们具体的内容了 首先我们找到 我们之前去给它实现的关注按钮 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点击实现 我们就叫follow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方法里面 master里面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follow 让我们去打印一下 回到croom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去点击关注 现在我们的按钮去触发了 出发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掉我们的云含数 云含数呢 我们在下面去给它声明一下 在这里我们声明一个setupdate author 我们使用this.$API 然后点我们使用updateauthor这个API 然后呢 我们点赞 去给它返回我们的内容 这里呢 我们要去给它传一个参数 那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r3id 然后我们这个r3id从哪里获取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从我们的参数列表里面去获取 然后我们在我们之前声明的follow里面 我们去调用一下 this.setupdateauthor 然后呢 我们去把r3id 我们给它传进来 那么这个r3id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点击事件里面 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参数 r3id是什么呢 fromdata.author 我们找到我们的作者信息.id 获取id就可以 这样的话 我们的功能其实就已经给它实现了 然后回到croom里面 我们具体看一下 那么现在呢 这里我们的r3xids 它只有一项 之前我们填错的这个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给它删掉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点击一下关注 点关注之后啊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成为成功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定义的API下面 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下 我们把is 我们给它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关注 这样的话提示我们更新成功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是没有什么变化 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id 我们给复制下来 因为我们在评论那节课呢 我们把我们的id 我们给它改掉了 在http.gs里面 我们把它换回来 其实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刷新下页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点击关注 关注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user表里 那我们看到呢 这里给我们插入的id 跟我们之前讲的id 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article里面 然后看我们的asset下面 我们其实获取的是这里的一个id 这个id呢 其实跟我们上面的id 自增的id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id 我们给它写死了 所以它就是下面这个id 它的原理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去点击一下关注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取消关注 那回到user里面 我们再看这里呢 我们的id呢 就已经消失了 这说明我们的功能呢 其实已经正常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点击关注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当前这个内容啊 就是我们是否已经关注了这个作者 那么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数据呢 给它请求回来 所以我们要去把我们的接口呢 去给它改造一下 我们去改哪个接口呢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我们要去改get detail 我们要去改这个接口 那么我们先找到这个云函数 那我们找到get detail呢 我们往下看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把它的内容 已经去实现出来了 我们实现了一个叫 isotherlike 我们去实现了这么一个字段 我们新增了 所以我们用它 其实就可以去判断 我们是否收藏 所以回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在关注这里 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那我们叫from data.isotherlike 直接我们去写一个 分源表达是 如果它是处呢 表示我们已经关注了 我们这里就给它显示 取消关注 否则呢 我们就 叫关注 那么再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看一下 刷新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关注 成功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已经变成取消关注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我们刷新页面 它呢 就会变成关注 那么点击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去请求一下 我们的数据接口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关注成功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改造一下 那么我们在请求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给它加一个loading 表示我们正在接口请求中 所以我们加一个union.showloading 然后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把loading 我们去给它隐藏掉 我们还在loading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改变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值 我们去给它取反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我们在最后面 我们这里 用 this.frmdata isathlac 等于什么呢 等于 10 this.frm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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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是true的话 我们就是关注作者成功 那否则呢 就是取消 关注作者 然后我们把它 icon 给它设置个 闪到 现在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点击关注 关注成功 然后我们刷新页面 取消关注 然后我们点取消关注 告诉我们取消关注作者 那这就是我们关注作者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给它实现了